台北市在进出口工会大楼举办数位转型的成果展 超过30家品牌设置摊位 并规划有主题的讲座 让企业彼此交流 吸取新知 市长蒋万安为展览开幕 说明自己上任以来 积极打造创业友善的环境 未来更要推动AI 以人工智慧发展智慧城市 作为提升台北的新主轴 台北市为了呈现数位转型辅导成果 在进出口工会举办台北产业数位应用博览会 市长蒋万安连同数位产业署长 和其他官方民间业者代表 共同帮展览开幕 特别提到跟福岗市长高岛综艺栏会面交流经验 蒋万安认为台北市是时候利用AI打开新的局面 我跟高岛市长分享 我们新市府团队上任之后 我们也全力打造台北市为 Founder Friendly City 创业者友善城市 所以包括我们的Digital Business Center 也是全力朝这个目标前进的方案之一 希望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借助我们Digital Business Center 来进行相关的数位转型 我们台北市接下来会要成为 AI Driven Smart City 以人工智慧为导向的智慧城市 月初数位部以台湾云市级 邀及企业代表参与数位转型 本次数位产业署也在现场摆出摊位 推广相关政策与补助措施 署长吕振华更是向中小企业喊话 掌握数位才是掌握未来 台北市进出口工会 感谢北市府建制台北数位企业发展中心 这样的一站式窗口 提供咨询和辅导 甚至开办课程 透过线上线下的支持 引导中小企业实现创新 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这个对业者来讲 这就是及时已 所以今天会有1500家的台湾的企业来参加 还有30几家我们的service provider来提供服务 数位应用因为疫情而加速发展 直到今天 企业不管是要扩大市场 还是要改善盈喻效率 都需要专业的工具和人才 展览场地为网络商务 内部管理 数据分析 行销推广等可能需求 划分区域 期盼用数位工具 让经营者轻松管理 并且给客户更好的体验 记者秋普听台北采访报道